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如说不管你现在在读的是一篇中文文献也好 或者一篇西文的期刊文献也好 其实到最后都会告诉你这篇文章的主题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主题的字眼就是很精准可以检索到 其他延伸阅读资料的一个基础 看看别人在同样有这篇词语出现的文章里面 那它最后的关键词用英文的什么方式来解释它 来说明它用这个词汇继续做延伸可能会比较方便 那第二个在使用正确词汇的时候 我们大概都会做所谓的这个全文检索 就是这篇文章只要出现这个词我们就去找 其实这个东西找出来的结果会太多 那举我自己所很熟悉的一个例子 那国会图书馆他们就定室内设计这个字叫做什么 那我们一想到室内设计我们可能会想说这个家庭设计 就是home design 那比较厉害就想到室内就是interior内部 所以到interior design就不错了 甚至于还会想是室内的布置 就是home decoration 或者这个interior design这种字眼 那其实最后这个字眼在真正的查询的标题 叫做interior decoration 就是室内设计叫做内部的装潢 这个字是正式的说法 所以这个是精准度 就是你用字的精准度 这个东西的确要下一番功夫 无论你要从阅读去找 你要从这个正式的分类的词语里面去找 资料库里面他们有都自己说法的这套词词汇 这样说清楚 那第三个是我自己吃过的亏 就是拼字 举例来讲 英国式跟美国式的拼字就不同 像我们知道城市这个字是program 那这个字在欧陆拼成的 不是到后面的m结束 它还多一个m再多一个e 那对话像dialogue 我们美国的拼法拼到log结束 可是英国的拼法它后面还有gue 那类似像这种字眼 还有一个就是拼的颠倒 像我们讲中心是center 那英国的拼法是cntre 所以这个字眼有没有差别 好像没有差 因为你现在进去了 资料库都会帮你查 那我自己研究成功老化 老化的问题 那老化就是h这个字加ing 在美国要去掉e加ing 在英国不去掉e 那我刚开始呢 以成功老化这两个字叫successful aging 我这样去查 结果都一样 加不加e都一样 但是我一旦打了双括号 也就是说我要这个字 这两个字一定在同一篇文章里面 照这个次序出现 不要这边讲成功 那边讲老化 我一定要成功老化这个词汇 因为这是一个专门的词汇 当我这样找它的时候 我发现有意跟没有意 出来的结果是不同的 所以从阅读里面 找到你精准的智慧 然后呢 注意这个智慧 正确的用法 可以比较让你 限缩在你所要的 找到的文献 我想资料库真的很多 那但是在我们学校图书馆 如果你进到首页 有一个电子资源的入口网站 你点进去之后 输入你个人使用的账号密码 它在里面就分得很清楚 包括你是要看资料库 还是要看电子期刊 还是要看电子书 图书馆都把你分类好了 跟你这个系研究相关的资料库 会是哪几种 你用这样一个方式进入 就可以来找到适合你的资料库 那我特别是要建议的是 如果你的领域是社会科学的 不管是商业管理 管理方面的 传播 社会学 教育这一方面的 我的建议就是 你要找的资料库 尽量是跨领域的资料库 比如说我们都很清楚的 像这个Web of Science 是SCI SSCI AHCI 那SSCI是属于 理论上是属于社会科学 SCI是属于科学 但是很难讲 你的教育的部分 或管理的部分 跟这两个领域 画得这么清楚吗 不一定 可能两个领域都会遇到 这是一个 那其他的资料库像是 STORE 就是Science Direct 还有呢 就是Appsco Host Appsco Host 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资料库 它除了本身的这个主体资料库以外 它还附属了很多的其他资料库 你可以去点 你所需要的 那我觉得在这个里面 靠着这个资料库本身的跨领域 让你找到的资料 不会只有限缩在你所要的这个名词 它可能在其他的专业里面 也帮你找到有没有他们在研究的 以我成功老化来讲 其实成功老化 我们一想要老化 绝对不会是只有社会学的问题 或者心理学的问题 它可能还会遇到的是医学的问题 那虽然我是从教育的部分来看老化 但是心理学 医学 跟社会学 这三个东西一定也有涉猎到 我不可能只在教育领域里面 去看成功老化 所以借着这个资料库 帮我做跨学科跨领域的整合 现在的问题常常是 不是资料不够 是资料太多 那这时候有一个叫做 布林逻辑的技巧 布林逻辑就是你可以在这个 检索词里面找 如果你觉得还嫌太少 你就用假或者以A or B 用这样一个观念 那如果你觉得东西太多 你就A and B把它缩小 那如果你觉得在某些东西要谈到 可是你不要要排除某些观念的 你就讲A 这个Not B 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找出某一个观念来 可是都不会带有B这个色彩 或者这个字眼的文献 这是所谓的布林逻辑来扩大 或者是减少你的检索结果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对你所查的东西 其实不是非常有把握 比如说像电脑计算机相关的东西 那你想Computer也好 Computation也好 Computational也好 这几个字共同的地方都结束在T 所以C-O-N-P-U-T 你就在这个T后面打个问号 所以从Computer Computation Computational 这出现的东西都会 这个问号意思是 后面有没有我不管 可是只要有出现C-O-N-P-U-T的 这个字的内容 我通通要 所以用这个就是所谓的模糊的方式 来做结切 那当然资料库查下去之后 每个资料库都会提供 大概类似的功能 你可以再从它的年代 你从它的语文类别 比如有的资料库 它甚至于它的原文是西班牙文 它也有英文的摘要 它也刊登出来 有法文跟德文 所以你要把语文再做一个限制 那最重要当然还有资料类型 比如一定要找的是期刊文章 那报纸就不能找了 像Appscohost 它就很多报纸的文章 那是不是 这个会议论文 或者是会议记录 你的检索关键词真的很重要 你才不会动不动都只能够找全文检索 相反的你可以找一个正确标题的检索 让你来精准掌握文献的需要度 当找到一篇真的是关键中的关键 核心价值的文献资料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你要读懂它的理论 有两件事很重要 第一个是它的参考书目 它参考谁的东西 它从哪里去发想 现在研究到这个地步的这个过程 所以它的参考的资源来源很重要 那一个观念甚至于可以说 数集到最刚开始的时候 在多少年前是谁刚开始有这个想法 慢慢一步一步衍生到今天 像这样一个功能 在Web of Science里面就很清楚 可以看得到 谁来引用这篇文章可以去思考 人家怎么样从这个地方 一路一路往下面去发展延伸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参考这个模式 继续去做 所以第一个文献的参考资料 第二个透过这篇文献 一参考它了以后 他们所走出来的研究路线 这两个都是我们在找这个文章的 找到某一篇文章之后 可以继续去做的事 那也因为这样 所以某一个理论跟架构 当你在研究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你的东西是越来越缩小的 不是越来越大的 你越来越缩小到某个主题 以那个主题为核心 然后不相干的东西都不见了 相关的东西以这个为核心 你再建构出自己的一个知识网 我们是踏着前人的脚步在走 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 来往下面来看研究的世界 很多文章很奇怪 特别是越早的文章 或者其实是我们学校的图书馆 没有订购这个资料 它的文献不一定会有 但是其实它很重要 因为这篇文章可能就是大家的共同的一个共主 想尽办法透过管机合作 也要把它的全文拿到 我还是要建议大家可以读原文 尽量读 不要去读翻译 因为即使现在翻译的工具很多 大家都说靠着翻译工具都可以读 我觉得要读到你自己读懂 当然你可以透过一些别人也读过的 中文的内容来做一个补述 可是你自己要进到那里面去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 统计学有一个理论 在台湾翻译成中文 30年来大家讲的都是讲错的 因为刚开始翻成中文就翻错 所以其实一错错了好几十年 透过别人的翻译二手阅读 你会发现其实比较辛苦